7月27号,三星堆博物馆新馆进入试运行 当日下午,虽未买附和放票,但也有不少游客已抢先进入新馆一探究竟 据悉,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建筑面积5.44万平方米,展成面积2.2万平方米 是目前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遗址类博物馆单体建筑 整个馆的话,从大的规划上,它是一个堆裂三星古蜀之眼的一个大的概念 那么从很多细节上,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三星堆的元素的表达 比如说我们背后的这个大的这个吊灯,它当然来自于我们三星堆的原性的玉壁 然后它的这个文样是来自于黄金权杖的文样 那么当它发光的时候,那么将成为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视觉的焦点 在展览方面,新馆分为《世纪竹梦》、《威燃王都》、《天地人神》三大篇章 新馆共展出1500多件文物 我们新馆展出的文物一共有1500多件 其中有600多件,其实都是首次向观众亮相 还有300多件都是来自我们新的3-8号技史坑 其中我们可能耳熟能详的一些重器,这次都是悉数上展 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余健介绍 此次展出的部分文物还是原始状态 借助新馆的数字化修复演示 将AI技术3D打印用于文物修复和展成 使新馆的文物保护和陈列展示兼容 还能使文物实现跨时空拼队复原 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展体验 其实文物它出土的时候是面临着这种很多病态 就像刚才说的残缺、断裂和变形 那么我们现在目前在新馆里面展出这些文物 能够让观众能够第一时间看到新出土文物的状态 同时也能够通过多媒体的形式了解到我们文物保护修复工作者 是如何对这些病态状况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拼接 一步步的去还原 同时它也能够看到我们经过模拟复原 就是3D打印以后进行修复好的一个复原品 此外新馆还将考古方舱搬进场馆 打造沉浸式专厅、督广之野等 结合视觉、听觉等多种表现手段 全方位多层次展现三星堆遗址的前世今生 以及考古发掘研究的最新成果 在展示的一些方法和手段上 我们也是一些多元的一些通过一些多媒体 然后一些数字化的一些科技的一些方式 来更完整地呈现三星堆文化和文物 来说从我们今天可能参观的体验 大家会发现我们不管从展柜 还是展成的灯光来说 其实都一次新的升级 让观众能够更清晰地看到我们文物的细节 作为首批镜馆体验的观众之一 来自广东珠海的傅百丽表示 新馆的展成方式非常直观 让他感受到了古属文明的恢弘神秘 短短几小时的参观远远不够 下次有机会他还会再来沉浸式逛展 特别的震撼 因为之前的三星堆我也了解了一点点 但是看到之后确实远超过 我在了解过程当中所搜索的这些信息 包括每个青铜制品的这种精细程度 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作为展示的那个 我觉得那个效果很好 我看起来就是看的过程当中 感觉特别的直观 非常直观地能够展现出当时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还是没有 没有说完完全全的 所有的点都看到 但下次有机会一定还会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